這一個很小的手把劍 然後看起來像是什麼祥壽呢 然後你是多久以前買的 它好迷你喔 大概也十來年前買的 還給它一個凳子 這特地做的 特地做的 就是讓它坐著 比較安穩 我們今天是幫你加黏土 我們怕滑掉下去這樣子 很有趣味耶 當初這麼小 你怎麼會想怎麼看到它的 這是在朋友一家這個 古玉賣專業的商場 玉賣古玉的商店 那我們就是會喝喝茶聊聊天 然後看到這個老虎就是說 有一年如果說是 古年可以拿出來佩戴 護身這一類的 對 那這個虎就是又很小巧 喜歡就跟它問價錢這樣子 所以你覺得它是老虎 對 它是老虎 這個喔 這個不是凳子 這個叫 要學習耶 那虎的話就代表軍威 如果說是這個一個軍人 或是掌管一些武官事務的人 他一定要有一個虎的靶劍 對 這個是代表它 虎虎身風 能鎮住三軍 這個很重要 所以說當然你說在那個 你書桌上搞一個大老虎 恐怕沒那麼多錢 所以搞一個小書桌 來搞一個虎 這個比例上 這個虎也算滿大的 對啦 比例上 對 占這個書桌的一半 那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隻虎它雕得不怎麼樣 原因是陷於它的材料 這邊角料 在本來這一棵 那個和田玉本來是做別的 它切下來的 丟掉可惜 就做了一個虎 對 那這個虎因為受限 所以你看它扁扁的 就不夠說很有精神 所以以後再買這個 和田玉靶劍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到這一點 是 一定要精神非常的 抖手 威蠻 然後這個 眼睛一定要非常地 這個買動物靶劍 這個最重要 看這些 是 當初好像也花了不少錢 對不對 是啊 老闆開多少 他開的開價是 七萬五 那我小預價一下 怎麼迷你啊 這是 你看他十筆還在 有沒有 算小雕啦 是 所以最後多少成交 六萬塊 六萬元 是 六萬 好 老闆跟你很熟嗎 就常常喝茶聊天 就算是熟了啦 沒有 他 是你喝他的茶 是他喝你的茶 都有 有時候我會玩到 什麼好茶就帶去分享 這樣才好 有時候就先喝他的茶 來 我們來 幫他評估一下 好不好 來 謝謝 這個吧 劍請 來 老師請 劍價 一萬五千元 這個買貴... 買很貴 沒有 何田玉 何田玉的雕件 雕得好 那 價格確實不肥 那這麼小的一個雕件 對 雕得又普通 這個形體看起來像一隻貓 這就遜色 對不對 這個要注意 所以我剛剛問你是 你喝他的茶 還是他喝你的茶 如果你喝他的茶 算不欠他人情 還有如果他喝你的茶 你是兩師 真的 對 這個 茶才兩師的 這好輕喔 這個 這個瓶子好輕喔 我知道剛拿起來的時候 我嚇到了 很輕 來 這個是什麼時候買的物件 這個大概也是二十五年前 在一家古董店 它是賣瓷器為主 那老闆就是常跑香港 去帶貨過來 那老闆是跟我講說 這個瓷器很老是年代很久 對 這是電腦 那他就跟我介紹說 很輕 土 瓷器真的是土做的 他越久了 他土的蒸發 水分就越灑 就越輕 是喔 對 而且他的土班是各方面的 他本來想說買這個 就是說我們泡茶的時候 橫香 掛畫 然後插個花 其實都是捨不得 你都已經成套想好了 泡茶的時候 要需要什麼東西 要配這樣 因為他的確有一種 那種老賤的那個韻味在 但是有沒有倒袋什麼的 那你當初是買多少錢 三萬塊 三萬元 然後他有沒有跟你講炒袋 他說這個有送袋的東西 這麼久 對 我剛剛看了平底 目前還看不太出來 徵這些徵兆 你自己咧 對於這些古董看得懂嗎 慢慢涉獵就是 但是還是老師鑑定一下 比較安心 需要... 對 剛剛拿起來我是覺得 特別意外的輕 是 這個 這把 這把弧叫做 雙細弧 同一個攜帶 它有兩個耳朵可以細的 是 那這種弧 基本上都是在 和味淨的時候 開始有的 為什麼呢 就是說 就是說在味淨那個時候 還是淘氣時代 沒有瓷氣 也沒有釉 沒有釉這個東西 一直到味淨 一直到了水 到了汗 到了這個糖以後 開始有了釉 所以我們說 在隨糖的時候 有三采的釉釉 所以這個壺呢 應該是像這種 長沙窯 靜的時候的長沙窯 就是當初剛剛開始 淘氣上釉的 然後呢 因為當時 沒有什麼美觀不美觀 主要的原因是 為什麼要上釉呢 不是為了要讓它漂亮 上釉是為了要讓它保溫 增長是不是 不是要讓它 後來才發現說 釉可以變色 所以他就覺得 這個那我們就可以 把它用黃色 還有這個藍色 那為什麼叫糖三采 就是三種顏色 所以只有三種顏色 所以而且那個時候釉很濃 不會像這麼淡淡的 那那個釉 上釉的方式 也不同 以前人上釉 你看這為什麼 這邊沒有釉 有沒有 這邊沒有釉 因為這邊要抓著 要這樣子上釉 比如說這樣子 我這釉 淋下去 這樣子上釉 上完釉以後 再擺 擺來這邊 擺來以後 我再拿竹刀 把這邊刮掉 為什麼 因為它會流下來 是 刮掉 所以這邊有一層很厚的釉 這個是在這個 這個靜的時候 它開始有釉的時候的特徵 所以像 這麼漂亮的釉 那抱歉 那就 比較厚帶一點 比較後面一點 所以我們再來看 它的製作方式 你要用現在的眼光 跟研究來看古時候 比如說在唐的時候 做任何的瓷器 陶器 它沒有咕嚕 什麼叫咕嚕 你知道嗎 就會轉著盤子 對 手拉胚不是要咕嚕嗎 對 以前沒有 以前要怎麼做呢 就用手捏 是 到後來 到了唐以後 用咕嚕了 就是要拉胚就拉得很漂亮 那我們也一樣 我們來上一下 我們舉幣給大家看一下 它到底是怎麼做出來的 正是在那個時候 它還沒有手拉胚 它不會這樣 好 看看裡頭 好 我們那個看得清楚 這有手拉胚的痕跡 有沒有 手拉胚的痕跡 所以這應該是唐以後了 好 那我們幫忙評估 做一個評估 好不好 今天這件 你會不會緊張 它是每一件 其實你都看冷淡 都看冷淡 這是喜歡的東西嘛 喜歡的東西 不影響人感覺的對不對 沒有收據 又沒有發票 好嗎 對 來 趕緊來看看 請見價 五萬元 恭喜 四 這個是 這是清初訪 訪這個唐以前的器具 是 但是這個做得非常到位 做得非常漂亮 非常到位 尤其像這種 這種磁圖 現在已經沒有了 是 所以這個 這個非常漂亮 所以還不錯啦 今天算帶來的東西 都有滿好的結果 也希望你下次我們繼續 時間多一點的時候 再把一些物件帶來 給我們分享 謝謝先生 謝謝 妳的朋友 後來請拿來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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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愛大巡寶家的觀眾粉絲們 我們有YouTube頻道了 只要在YouTube搜尋 東風衛視或是掃描 下方的QR Code 就可以收到最快最新的 節目內容 還有更多網路獨享的影片 方法也很簡單 只要按下訂閱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 我們最新的節目消息 也不要忘了 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喔